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计划开跑11天 过程相当顺利 保证获取新冠病毒疫苗特别委员会数据显示 截至昨天有10472人 分别在三个接种中心完成了第一剂的阿斯利康疫苗接种 当中吉伦坡世界贸易中心的接种人次最高 达到了8360剂 国大接种中心1059剂 马大接种中心1053剂 另外疫苗特别委员会也透露 我国将在这个月和下个月 分两批接收超过12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随着政府昨天宣布将会在五级加里尔体育馆 开设全国最大的疫苗接种中心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透露 预料体育馆一天能够接种超过1万剂疫苗 同时提醒民众 第二剂阿斯利康疫苗将会在12个星期后接种 如果MySajitra应用程序显示更短的间隔期 系统将做修订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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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